大家好,我是老刘 今天来谈一谈白左现象 白左现在基本上已经占领了美国社会的半壁江山 什么是白左呢? 顾名思义,是白人的左派 为什么要强调是白人,而不是其他人种的左派呢? 因为白人是欧美西方社会的主流 白左也通常自认为是继承了西方现代文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正统 白左和那些来自底层的苦大仇深,希望翻身得解放的左派不同 白左的意识形态往往在富人和中产阶级中流行 白左们往往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社会环境中 对复杂生产、合作竞争的根基缺乏认知、缺乏现实感 仅仅凭理想来看待世界 为了满足道德优越感,他们往往痴迷于政治正确 他们热衷于道德叙事,却对言论自由吃之一鼻 他们想要构建理想国,却对乌托邦的残酷代价一无所知 很多白左只关心诸如移民、少数族裔、LGBT、全球变暖等等高大上的话题 而感知不到现实世界里更严重的现实问题 由于白左的理念越来越脱离实际,常常显得幼稚可笑 所以有时候也可以把白左的白理解为白痴的白 在剖析白左的本质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白左的源头 最能够代表白左思想源头的莫过于法国的两位著名的思想家 让雅克·卢梭和让伯罗萨特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精华是人民主权思想 他被誉为是人权的捍卫者 卢梭批判封建社会认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同时也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卢梭的思想主张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激进的雅各兵派的理论旗帜 他们推行了现代政治史上最早的族群平权措施 对后世影响深远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卢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负责任的风流浪子 他连续抛弃自己的五个亲生孩子 还把自己抛弃孩子的作为 描绘成为保护情人名誉和争取人性解放的义举 卢梭崇尚情感而鄙视理性 他认为理性会败坏人类的道德 使人变得冷漠 拥有知识会使人变得自大而虚伪 然而在一个拥有健全的传统价值观的人看来 卢梭这样的人正是他自己所描绘的那种虚伪的不负责任的人渣 另一位白左的代表人物是活跃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 萨特虽然没有卢梭那样抛弃自己孩子的恶行 但是他和他的女朋友左翼活动家波富娃在标性灵异反抗传统价值观方面是毫不逊色的 萨特和波富娃之间保持着文明世界的开放性关系 他们把自己分别和男女学生交往的混乱关系和吸毒迷幻的人生 美化成对自由理念的践行是对存在于虚无的自由探索 卢梭和萨特都是后世的左翼文学家笔下的世界的良心 然而他们的思想和作为都表现出了对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厌恶 卢梭声称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对自己五个孩子的抛弃 在他的心中可能就是对约束他放纵生活的枷锁的抛弃 萨特也用锁链下的奴隶来说明人的处境 波富娃在他的次传中这样描述他和萨特的理念 我们都认为婚姻将使人遭受更多的家庭责任的束缚 以及社会的劳逸 相反为了追寻自身独立而受到困扰 远不及死沉重 对我们来说 自由仅仅存在于自由的头脑和心灵中 卢梭和萨特这两位白左的奔放人生的背后 是其人性的自私放纵和对责任的厌恶 而这也正是白左理念的本质 一言一避之 白左理念的本质就是个体的自私放纵和对责任的厌恶 白左所提倡的自由本质上是自私的放纵 是对真正的自由的侵害 白左道德的本质是不担负责任的假道德 而白左所提倡的政治正确 是要让不道德者也能够拥有道德 上世纪60年代 美国的反越战运动和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 是两场标志的白左理念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运动 这两场运动都体现了白左理念的本质所在 美国的反战运动 是美国的年轻人因逃避兵役而引发的政治运动 而五月风暴爆发的直接起因 则是法国大学生反抗教育部女生宿舍限制男生进入的禁令 这两场运动都是西方新一代年轻人 对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反抗 运动中最出名的口号 要做爱不要作战 正反映了对社会责任的剖析和对个人欲望的追求 可以说这些运动最主要的诉求 就是要挣脱传统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对个人的约束 但是为了标榜自己 比传统道德的守护者更有道德 白左们就要打起一些新的道德大旗 那些逃避兵役的美国嬉皮士和浪荡的法国大学生 就把他们自私的动机都解释成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望 有些人不但把越共视为反抗霸权的勇士 也把自己描述为帮助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 多元文化和种族平权运动的推动者 不夸张的说 多元文化 平权运动和反权威等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奉行的白左道德词汇 本质上都是对自私者逃避传统道德责任的行为的一种掩盖 传统家族观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具体责任基础之上的 而责任往往是一种需要长期付出的枯燥的义务 比如作为一个好父亲的道德 多在于一个父亲多年来尽到了养育子女的责任 传统道德要求践行者承担对家庭对社区的责任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付出 也只有在各个成员基于传统道德进行付出的基础上 家庭才能美满 社会才能进步 但是白左的道德则不同 白左道德的最大特点就是对社会责任的丢弃 和对个人名声的追求 卢梭 萨特 美国逃避兵役的年轻人 和法国五月风暴的浪脑儿们 他们的思想本质的共同点 就是对自身应该肩负的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反抗 这些人享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补育 却不想受到对应义务的约束 于是就提出了一堆不需要个体付出责任 却可以得到更好名声的新道德 很多人对白左有好感 是被他们表面的主张所迷惑 你看他们提倡的包容 多元文化 尊重履权 保护弱者 爱护地球等等主张 看起来是多么的美好 而实际上这些思想中合理的部分 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 早已经被现代法律所吸收 而白左们为了标榜自己 往往把这些价值观层层加码 不切实际的越拔越高 推向极致 比如相比于贫困的本国民众 白左们往往更热衷于关注中东难民 又比如相比于某些社区的 缭乱汉和犯罪问题 白左们却往往更热衷于 关注各种歧视问题 白左们不关心身边的问题 而更关注大爱无疆 往往是因为关心前者 是传统家族观中 需要长期旅行的枯燥而艰难的责任 而关注后者是一种低成本的 或者是成本由别人来承担的 能即刻获得道德快感 或者道德名声的捷径 与传统道德需要默默无闻的 长期的付出相比 白左道德有时候是一时兴起的嘴炮 有时候则是精心策划的摆派 最后为什么说白左是现代文明的癌症呢 有四条理由 第一 白左理念会让无知者沉迷于道德快感 而不是去了解社会真相 解决实际问题 白左道德为那些不想做出 常年累月的付出 却贪恋好名声的人提供了一条捷径 尤其是白左的政治正确 还将不同意见者 探求真相者都贴上各种歧视的标签与打击 学术界无法对继承事实进行争辩 很多长时间的讨论就此消失 社会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白左理念对社会问题 探尔道林式的包庇 摧毁社会直面真相 明辨是非的能力 破坏社会自身的免疫系统 让社会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 长此以往 小病会发展成大病 乃至不治之症 第二 白左理念会鼓励 投机取巧者鼓吹道德口号 却让其他人来承担 由此带来的负担 消耗的是他人对社会的贡献 而自己从中赚取道德名声 白左理念打着自由主义的名义 做的却是侵害自由的事 他们一方面以舆论绅士和道德绑架 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侵害言论自由 另一方面以高标准 要求他人康他人之铠 侵害财产自由 一个践行了白左道德的社区 透支的是他人对社区的感情 这会使虚伪的人越来越多 使勤劳的人越来越少 敢于反抗的人 则会被戴上各种帽子 动则就会被社会性死亡 而白左政治家们 往往会为了自己的政治名声 和政治利益 不惜损害自己所在国家 和社会的群体利益 白左是现代社会中 生长出来的越来越大的 强制性力量 这种强制性力量 对于自由的侵害 会动摇社会繁荣的根基 一个鼓励好吃懒做的社会 是无法繁荣进步的 第三 白左理念会让道德败坏者们 可以通过对自私的巧妙修辞和夸张 把自己的各种恶行合理化 甚至为自己的恶行贴上道德标签 他们可以一方面以高标准来要求他人 另一方面却以低标准来要求自己 白左理念败坏传统价值观 常常将最基本的道德论理解释成为对个性的压迫 这会摧毁社会道德的根基 甚至纵容犯罪 世界上有很多背叛道德的恶行 但是没有一种比破坏道德的恶行危害更大 强奸杀人抢劫诈骗 仅仅只是违背了规则 违背了社会道德 但是白左却会破坏规则 摧毁社会道德本身 第四 白左理念会导致文化竞争中的逆淘汰 白左们搞政治正确的背后 是缺乏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 而对家庭社区和国家 怀有强烈责任感的传统价值观的守护者们 却往往会背上纳粹或者法西斯的恶名 白左道德相比于传统道德具有低成本优势 而政治正确打着保护弱者的旗号 其泛滥成灾 就造成我弱我就有理的怪现象 这形成了一种野蛮对文明的立项歧视 可以说白左是现代文明中生长出来的 自我毁灭的愚蠢性的力量 从善恶不分到善恶颠倒 从美丑不分到以丑为美 语言文化各方面都遭到败坏 文化竞争中的立淘汰现象越演越烈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所以偷袭白左的本质 批判白左意义重大 人人都可以为避免现代文明走向衰落 建议分立 一百多年来西方白左总共在四十多个国家 进行了社会主义乌托邦试验 然而全部失败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而其中的关键却是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给私有化松绑 用右派政策放纵贫富风化 这是对白左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绝妙讽刺 历史证明 只有确立保障个人安全与自由的契约意识和法治条件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劳动中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 并得到应有的报酬 才能够让文明持续烦恼 好 今天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